請收看維新世界 老祖先機 徹首奧 微微 Godman 唧 crossed the past 付西瓜瓜開天門 与瓦载化旧工程 黄产老祖庙之声 一惊心发苍天际 风水与宗教一人天 为新生教尽重弦 天下太平一万年 各位善信大德 贤士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老祖先机 师父 回言禅师开示 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将 鬼谷子心法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你都会觉得无上的法义 老祖师尊的妙法 就是我们生活的宝典 就是文化的宝藏 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究竟 鬼谷子的心法 是以易经心法为核心 心就是一切万法的根源 开启安心究竟的一条路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来到了卢州永乐教室 接受我们访问的就是永乐教室的负责人 就是袁正法师 袁正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师 各位善信大德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我是永乐教室的袁正 再次的请我们的袁正法师 要来谈一谈呢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香蕉船的事件 因为很多人说 老师为什么信誓旦旦说 没事啊 年神非常的光强 那这就是我们永乐教室的学员 张炳黄贤士 以及邱春美贤士 他们的女儿 因为坐了香蕉船 掉到海里面去了 虽然穿了救生衣 但是也在海上漂流了21个小时 大家非常的着急 而且呢 这些的他的父母亲呢 更是如热火锅的蚂蚁了 为什么老师呢 说没事而且信誓旦旦 老师凭什么来说 他到底沾了什么卦 卦象的显示又是怎么样 我们请老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会答法师的话 一切都是老祖 老祖的神力 老祖让我们有这个信心 话说回来 人生一招啦 似乎开示我们 会影响我们一生的吉凶霍福的 你的八字 阴阳宅 你的奴隶 还有一个祖德 当蔡主任告诉我 会儿落水了 我说把面卦装给我看 他的面卦一看 他地支 碎是长生 又是生 然后他元神又化尽 又临碎君 这可能负担命大 话又说来他的祖德 爸爸公务人员是规规矩矩的 忠霍老师 他来永福教室当班长 答应我那天开始起 没有迟到过 没有早退过 是 更没有请假过 还有他一个人跳下去了 两个人服务 连他的师姐太太都下来了 是 所以我说 这不应该这个样子 那话又说来 因为我在上课 以上课为第一 当然这个人命关天 所以我就告诉蔡主任 赶快跟两位同修讲 没有问题 讲得很大声 一个 先不要让他乱掉 其实我也不敢讲没有问题 可是我嘴巴就要讲 没有问题 你帮我赶快带同修去关心 结果他就带一票同修就去关心 下课的时候 我一面走一面打电话 跟他联络 他说还在找 然后他告诉我现场状况 哇 飞 那个直升机几百个人 哇 这个好像在开营火会一样 说热闹真的是比较伤感情 真的是很热闹 是 那我想既然有在说了 然后平常讲 我这些同修等等 老师 你休息你没人来 你已经联续帮忙 几天明天要做什么 你不要来 有事情我给你报告 回去睡不着觉 一人给他说 又打电话 还是没有消息 他们说你休息你休息吧 其实我没办法睡 早上很早很早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的事 其实我已经在那边打坐 然后在跟虔无菩萨祈求 我说他们夫妻这么好 这个小孩子也没有什么为恶 我说如果你真的有神流令 不能当这个小孩子就这样走掉 求一求拿电话来了 我说我马上过去 其实我马上爬到教室去 爬到教室去干什么 烧香 跪起我老祖 一定要发挥他的大胜利 然后就一路跑到海边 跑到海边的时候 我没有先去看他们 我自己先看这个海事 这个水事 从哪里掉下去 看一看之后 其实我也没办法 看到这么硬这么 八字没有问题 可是中途的时候 就是师姐跟我讲说 那叔叔说 有人说去鸡 说没有救了 我怎么想都不太相信 所以我就在 师傅有加我手挂 我这边当场就沾 沾了挂 沾说这个小孩子 因为我当场没有拿到他的八字 也没有拿到他的资料 可是我认识这个同学 我直接用秋初美的女儿 下水 到底怎么办 到底失踪落海 结果这个挂是 三天大序之小序挂 任五年的丙承岳 用神这个子孙寥 他是服堂的 夜客日生 夜客日生表示说 当家不好 可是来日 没有问题的 然后原神暗动 原神暗动 这个有贵人 有贵人 那么虽然 卸神动了 我认为那也不碍事 必然有贵人 那他在那边 必然一定会 一定会耗他的体力 恐怕他体力会有所泄 可是原神懂 没有问题 可以治 那个时候 我就要继续判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原神 他是日临 临日 然后临成蛇 这个就是神 就是神要来主 要来帮忙 这个必然是天主 明洞也是原神 明洞暗动 这个不是神主 人主吗 好 我心里在想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继续 我既然这个匣子没有问题 我就再去沾一挂 要往哪个地方找 何处寻 这个挂是三立波 变成三列宜 我一看 这个小孩子 要往哪个地方找 取动摇为用 这个动摇是初摇 卫护 画子孙 画子水的子孙 我就站在海边看 是 把手机拿起来 这个地方就是卫 因为以前我走过船 是 我有概念 昨天下午六七点钟 让它掉下去 这个水退潮 人就是这样出去的 它如果涨潮就 把人拿进来了 然后这个水流 是往这边来 往那边去的 是 一定是往那边去 是 一直出去 那边刚刚那是北方 是 那么北方 这个北方又在这个位置 可是到隔天的时候 水会涨潮 拉出去会再把它推回来 所以北方 所以我就赶快告诉 我们那个事件 告诉他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找 就在那个地方 北方 赶快往那个地方去找 这个时候也是你张挂的 张挂 我已经张挂 这个显示也是这样子吧 没有错 没有错 那我想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 这个挂的时候 有几个地方 要视线 因为当这个 洞窑我会用 知道北方能够行得的时候 而且是朱窃 那个时候已经是几点了 没有 早上 一大早 我去到现场的时候站了 这个朱窃窑洞 那么 喂 零朱窃 我说喂食会有消息 喂食就是在 1点到3点 一定会有消息 没有错 国旗啦 1点到3点接到电话 可是生死会得久 没有错 他们把这个匣子 接起来的时候 再把它送回淡水 送回淡水 淡水的马路 再送阿姨的 这个挂 立地都显示显示很清楚 刚刚我这个挂粘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着自信了 那个时候我就轻松了 我就 我看不看不太事 我因为 我不能讲出来说没有问题了 那个地方几年会得救 这些年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很多信众 同学会一样 我跟他讲说 曾经有一个案例 来找我张瓜 他生病了 结果他原神继承同洞 我说有救 你应该不会死 可是你要因为主灵洞 燕金在这个洞 你要赶快去处理 他听完我的话以后 他又去问宫庙的神明 神明说没有问题 你不会死 好 他就没有处理了 撞去 死掉了 我跟他讲他没有处理 你要他怎么处理呢 我叫他赶快要去超渡祖先 是 赶快看要摆香安干什么 就是要燕金在主 连祖灵都一起动 你要赶快处理 是 他没有处理 他说神明也跟他讲没有问题 就这样子 不该死了 死了 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找工作 他气质这么旺 随便找工作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好 结果他回去马上打电话 爸爸妈妈问他 老师说没问题 有问题哦 他就在那边等工作来找他 这就松散了嘛 后来我就感觉到就是说 从此话我就不敢这样讲了 是 当这件事情是好的事 急一定要去趋 胸一定要去避 你如果胸不避 急不避 你沾什么挂 你用意干什么 这没办法办一天命 所以说 这个教训 我就跟他讲 往那个地方去找就对了 那我在想早上 六七点钟 到下午才会有消息 我想这边也不是办法 留在那边 然后我自己也很难过 其实为什么我戴着帽 帽 因为我刚去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样子 他们跟我讲的情况 我自己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就怕人家看 赶快换帽 是 因为很难看嘛 结果我在那边 我想想我还是 帮我所学的拿出来用 张挂 不要再听人家讲 说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 结果我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 时间到了 我跟我们家师姐讲 你起来差不多了 你起来 起来关心就安慰一下 到现场的时候 跟阿甘师姐去 然后我跟他讲 你不能讲出来 他每次都会跟我削弱天气 我讲你不能讲 他也不敢讲 去果然时间到 打电话来就起来了 是 就在我们挂钟里面的时间到了 时间到 接到电话 就起来 就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个位置 我指的那个位置 老子不欺人了 这门学文不学要学什么 是 圣学易经 有这么好 我们何等的幸福 我们现在有 天下无双的师父 是 天下无双的祖师爷 几千年来几百年来 这个时候的风水易经 应该是最发达 最好的时候 我们不学不休 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这个挂里面 显示了很多 刚刚我问他第一挂的时候 其实水财化富 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父母牙不是车船吗 在海上一定是船吧 七彩牙不是盈利事业吗 不是讲的是渔船吗 就这样子 是 我想他爸爸妈妈得很好 祖得也不错 这个匣子也没有造孽 所以他爸爸能够看到老祖来视线 看到老祖那种活成 这个活成就是老祖的活成 老祖不是你掉下海去 不是活成 你把你勾起来吗 摔起来就平安 会把你摔起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提到了这个凤凰 凤凰是他们家传家 那个恩人的恩光家里所拜的神 人家他们也是 也是很虔诚的阿信徒 所以他们家的神 你看看 那么多英年要这么要这样子 结果把他转来转起 转来救这个小孩子 是 英年果报 不是吗 是 不要因为恶小人以为之 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 你要念经 临时抱我脚没有用的 早早我们要修起来 等我们要用的时候 才有本 是 这是 这件事情 整个的我的感想 是 当然 祝福这个小朋友 福大命大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是的 可是子孙辞世就是 福报很大了 不是 看到输就会怕 所以我还是要欠 师兄师姐 要把这个小孩子 带进中门来 好好修行 好好修行 对 因为他是子孙辞世的 如此的旺 他就是要传道了 他是个修行者 是 这件事情 跟大家做这样子报告 是 所以这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104年的6月8号发生的 那老师呢 因为之前呢 就是张卦寥寥分明 那这个大事呢 因为引起很多媒体的注意 还有很多人关心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呢 其实张卦在先 老师今天老先生说法 把这个卦相来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告诉我们 真的我们老祖的先机 老祖的威德 凡走过必留下先机 而这个先机要留给我们每个人呢 我们一定要呢 好好的自求多福 老祖才会帮助我们 如果像我们考试一样啊 明天要考试了 临时报佛脚 你说你可以报得到吗 我想这个都是 我们在中门呢 师父一再开示我们这些学院弟子 大家要多诵经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我们多累积这些的功德嘛 为新生较尽重弦 天下太平一万年 那当然喔 这个我们的这惠儿 在海上漂流了 总共有21个小时的时间 包括晚上 他有看到了这些 很多的鱼的骷髅那么多 还有一些的声音 叫他啦你就翻过来嘛 头呢 向着下面海水里面喔 这个又是在我们来讲 如果一个原神不好 把持得不住的时候 这些是不是算冤亲在住呢 他的生命力本来就很强 嗯嗯 这个喔 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小孩子啊 出院以后第一件事情 跑来跟我说谢谢 那个脸就是黑的 是 就是张飞脸 整两点黑的 把我笑坏了 比印度人还要黑 是 然后我问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说他在海上的时候 他说有看到那种白骨头的鱼啊 然后会跟他讲话 然后叫他把衣服脱掉啦 那边下面比较凉快 衣服脱掉他不会游泳 不是就挂了吗 是 然后他听到 看到我们 我们都 我们 我们讲的话他都听到 他讲的话我们都听不到 让我回想起来 我们人要往生 灵魂要离开这个躯体的时候 好像是这个样子 人一往生 就看到自己躯体在那个地方 大家的话都听得到 他讲的话没有人听到 是 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 我真的是佩服老祖 那个时候我发动大家 因为我第一个感觉 赶快发动大家念经回向 给他 他一定会受得到 我认为那段时间他在等我们的经 是 是 是 等我们的经 所以我真的 我刚刚说 我这辈子最得意的 莫过于此时此刻 是 我有最好的同修 这些同修 不只他们把我当作一家人 也把所有的同修都当作一家人 当我发出这种信息的时候 大家都这样 大家一起念经 虽然不是我的小孩子 可是我心里会痛 我也担心 你错 可是在那个时候当下 我不行 我要非常镇定 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造出一条生机 是 我不敢说 什么这是我的功德 没有这回事 那小孩子本身胡得够 他爸爸妈妈积的得够 他们的祖得够 我们只不过是触媒而已 也许这是老祖 实现让我来做一次学习 是 这也是老祖的陷阱 感恩老祖 还是感恩老祖 有形无形的加持 让大家都一起得幸得福 这是我这件事情真的深深的感受到 老祖真的是在旁边 各位同学 我们眼睛看不到 不是他不存在 是 所以这惠儿师姐 他本身在海上漂流的时候 他看了好像有海鸥想要飞来 要吃他了 要咬他了 还有这些鱼的骷髅头这么多了 他只有念的阿弥陀佛 是 我问他 那你在那边漂的时候 他说你想到什么东西 你没想到老师 他说有 他说妈妈带他去教室的时候 有听老师讲 就是说当你为难的时候 要念四季句 要念阿弥陀佛 四季句我忘掉了 我当初他没有背起来 他没有兴趣 结果阿弥陀佛太容易了 所以他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是一路整个晚上吗 他跟我讲他就想到老师 有这样交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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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这么多人要来救他 他的声音人家听不到 是 他就只有这样呼喊 呐喊 当然那时候我认为他很无助 所以他一场就说 阿弥陀佛 息息好 可是不该绝的还是不会绝 是 不是说你想死就要死 不会啦 不是这个样子的 平常你多行善 多积德 你需要的时候 自然老天爷 你的福分会还给你 是 老天爷不会把你的 把你的心 把你的善心 把你的善行 把你吞掉 这是我深深的感受 所以老师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 我们在说 其实学习一经风水 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来学习的 但是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如果是子孙磁士的人 为什么更要来学习的 一经跟风水 师父告诉我们 子孙磁士的人 如果在四摇 如果在一次挂 就修一辈子的 在第二摇就修两辈子了 在上摇就是修六辈子了 子孙磁士本来就是修行人 他本来来这边就是要修行人 他带着修行人的命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天命 六亲各有天命 六寿各有其幸 是 所以他子孙磁士的人 每一种六亲都要修行 只是子孙磁士人更是修行人 更是要修行 是 这是他的天命 是 所以美国人的福报 都是自己求来的 福自我修 德自我求 都是我个人 我们个人的 当然老祖师尊在我们 万全都是具备的时候 具备很万全的时候 我们来祈求老祖师尊 感应是最大的 但是当然有些人是 前世就修来这些得恨 那这辈子您可能呢 就是有这个福报来接受我们消灾解惑 但是进了中门以后 很多人诵经真的是会改变自己 所以诵经应该是 在我们中门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中门有三宝 一个疫经一个风水一个宗教 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年国报 都有好都有坏 我们来到世间 来这里修行一趟 就是等于像我们读书 要重修 把过去生不好的药 把它补起来 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不圆满的过去 祖先或冤心在祖 我们在这里 他们能够得到的 一个我们行功利得 第二个我们念经 只有这两样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 除了可以圆满明阳阳界之外 各位 所有的经书都告诉我们 所有的生活菩萨 他们是怎么成就的 那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说 念经 除了滋长我们自己本身 内在的智慧 提升自己的人品 品格以外 更能圆满明界 所以说 念经这个功德 套一句佛祖的话 不可说 不可说 这个东西 你不自己亲身亲为 你没有去感受到 你很难体会到 可是我要讲一句话 你就让佛祖 让老祖 让师父 重视他们骗你 我们被他骗一次好不好 可他骗了我们一辈子的幸福 两辈子的幸福 何乐不为呢 是的 今天我很感恩就是原政法师的开示 我相信更多人对我们的一经风水 还有老祖师尊的威德 有更大的信心 而且老祖师尊真的是慈悲民事救度众生 我们一起来公祝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 王禅老祖 欢迎再度光临 谢谢感恩 同时也感谢收看老祖先机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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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